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9月27日,星期日,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轮眼看世界》The Voice节目 这个一个星期之前呢,我们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微信在美国的命运 其实呢,到现在为止呢,我们虽然这个微信在美国是私立逃生,涉险过关了 但是呢,这个TikTok的命运即将被决定了 就是今天夜里,这个美国东部时间11点59分呢,就会这个TikTok的禁令就会生效了 我们知道呢,其实这个微信和TikTok的这个禁令呢,本来都应该是上周日的夜里生效 但是呢,因为这个微信被加州的这个女法官呢,给这个救了 而这个TikTok呢,它是被特朗普是先主动的严了一周 但是呢,今天夜里就即将生效了 那么对于这个TikTok的命运到底如何 这个TikTok到底能不能在今天夜里之后还能够继续的这个不受限制呢 还是说禁令会生效呢 这个呢,就是马上就会有结果 根据这个CN的这个新闻,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一个法官呢,会做出对于这个TikTok禁令的今天晚上即将实现这个禁令的这个裁决 这里面说呢,这个美国DC,就是美国首都的一个法官叫做Kal Nicholas 就是尼古拉斯大法官今天早晨呢,做了一个半小时的这个紧急听证会 就跟这个上一次这个加州女法官一样 她是在这个周六下午做的这个听证会 而这个呢,TikTok这个拖的更晚,是今天早晨才做 然后尼古拉斯呢,会做出决定 要么呢,把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TikTok禁令呢,给block住 要么呢,就是这个否决这个TikTok作为原告这个的请求 就是说这事我不管了,禁令呢,还可以实施 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大家比较关心微信 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呢,基本上用微信 微信上也基本上全都是这个中国人在用 只有很少数的外国人用的是因为他要跟中国人做生意啊 或者类似一个原因 外国人没有主动就是用微信来联系 因为知道呢,这个是中国这个政府在背后的 有可能的会有这个数据会被这个中国政府来看到 这个也是跟我们大家知道的一样的 就是说你随便发一个这个,比如说骂习近平 那你肯定会被这个封好几天 甚至呢,被这个封号 所以老美不会用这个微信 但是TikTok就不一样了 TikTok呢,在这个美国呀 还有这些欧美这些发达国家呢 是非常火的 仅仅是在美国呢 就有这个100个million 也就是说上亿的美国用户 我们知道这个TikTok的这个使用者呢,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有些呢,就是还是未成年人 这个中学生呢,有好多用 因为他这个短视频呢,非常吸引人 所以呢,这个对于微信的这个禁令呢 和对TikTok禁令其实是不是一个层面的 微信的禁令呢,基本上就是拿这个 在美华人或者这些中国人呢 就是当软视子捏一捏 震慑一下这个中国政府 而这个TikTok禁令呢 它是真真正正的能够影响到 美国的这个人的利益的 就是说,这些年轻人 他们不少人呢,也是18岁以上了 会是选民 这一次选举会不会因为你这个 进了TikTok而 惹怒了一部分这个TikTok的这个疯狂粉丝 所以就投票反对特朗普呢 这个呢,也是特朗普是某种程度上 是一个这个赌博 有可能呢,会拿到一些这个支持 对中国强硬的这些人的选票 就是担心这个国家安全的 但是有可能也这个失去一些 这个年轻人选票 所以今天呢,这个尼古拉斯法官 即将给出的判决 就是对于美国社会的影响吧 要比这个微信的 对美国社会影响要大很多 我们会进一步为大家这个关注 我们呢,就是可能 微信这个设想过关之后呢 大家就把这事给忘了 其实呢,这个TikTok呢 也应该关注 而且这个TikTok跟微信不一样什么呢 这个美国封这个TikTok 其实呢,更多程度上 是一个国家层面的一个对抗 就是说,跟华为一样 是中美两个政府之间博弈 但是封这个WeChat呢 其实这个中国政府并没有牵涉很多 原因呢,也是因为这个美国政府 想把这个TikTok呢 给抢过来,给收购掉 但是呢,这个自信跳动和中国政府 肯定不希望这个TikTok 就这块肥肉啊 就被这个美国政府给搅走了 所以也会出现这么多的 这个美国禁令之后啊 然后中国八月底 发布这个规定 就是把这个AI 也作为这个敏感算法 限制出口 然后又一直 这个中国政府等到 这个9月20号 看这个TikTok禁令 会不会实现 这个TikTok会不会松口 结果松口之后呢 中国也是让子弹飞 飞到这个前几天呢 又是官媒这个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说 说据他所知呢 中国政府不会 就是批准这样的一个 这个强权的协议 就是说不会支持 这个TikTok这个交易 所以TikTok这个交易 要想成功呢 必须得到这个中国政府 和美国政府双方点头 到现在为止呢 这个双方都没有完全点头 尽管特朗普心里呢 想把这个肥肉呢 就是给这个 他的这个粉丝 就是说 甲骨文的这个老总 是支持他的 但是呢 这个如果 他妥协太大的话 这个深知 这种 the art of the deal 就是 交易的艺术的这个TikTok 肯定知道 如果你要示弱的话呢 中国政府肯定就会示强 所以呢 他也是 只是研一周 今天晚上呢 就看能不能这个实施 值得一提的是呢 就是根据CN说呢 说 他说这个 是很大冲动量 是一个这个单 单变的协议 就说美国政府 并没有 给这个原告 就是TikTok 什么机会 被倾听 还有这个结果呢 不管是 今天晚上结果 还是说 11月份 这个第二个禁令 的结果呢 都会有一个 很大的这个剥夺 可能说是对这个 沿着自由权利的 一个剥夺 而且呢 这个CN说 貌似尼古拉斯大法官呢 他在给这个 美国 这个Justice Department 就是美国司法部 施压 让他们来辩护 为什么他们觉得 这个TikTok呢 受到了足够的 这个Due Process 就是这个正当程序 也就是说 美国政府 这个Due修正案 之前当这个 加州女法官 就这个WeChat一命之后呢 我也做了一个 30分钟视频 就是跟大家一起 来读了读 这个女法官 这个判决书 写得非常有水平啊 那个里面呢 这个微信的原告 提出了 至少是四五项 这个控诉 但是呢 基本上这个法官 只支持了第一点 就是说 第一修正案 严重自由 其他的包括这个 第五修正案 就是一个Due Process 这个女法官都没有 这个支持 就是觉得这个 站不住脚 所以呢 最终才会 这个涉嫌过关 而这里呢 用Due Process 应该也不会很好用 用这个严重自由 肯定呢 会更好用一些 因为这个毕竟是 这个美国 宪法规定的 这个最基本的 一个权利 值得一提的是呢 在今天 这个美国DC的法官 即将对TikTok禁令 做出这个判决 之前的前一天 路透社 他也专门报了 今天这个事情 就是 法官即将做判决 昨天的时候呢 有三个 这个TikTok TikTok的这个 Content Creator 就是Up主吧 他们呢 是在 宾夕法尼亚州的 一个法院呢 控告美国政府 要求呢 就是停止 这个微信的禁令 因为肯定这三个 TikTok的这个 肯定都是大V吧 非常 粉丝数非常多的 他们肯定是不希望呢 就是受到影响 希望更多人能够 在这个TikTok上 还看他们节目 但是呢 这个 宾夕法尼亚州 这个联邦法官呢 他就是 拒绝了 这三个 这个TikTok 原告的这个请求 就是说 我不受理 这事呢 我不管 所以呢 今天 这个TikTok的命运 就完全到了 这个DC的 大法官 尼古拉斯手中 那么 到底 这个 会做出什么样的裁决呢 我觉得这个 比较难预测一些 我个人 多多少少呢 还是稍微偏向一些呢 这个 尼古拉斯法官会做出 跟这个加州女法官 一致的裁决 就是说 在最后一刻呢 把这个 特朗普的这个禁令呢 给封掉 就是说 接着 能够 像以前一样 这个使用啊 下载这个TikTok 但是 并不是很有把握啊 反正很快 我们就知道 消息了到时候 再给大家update 好的 今天就给大家说这么多 非常感谢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您支持听众频道 我们下视频再见